好 接下来呢 切换一下画面 3 2 1 接下来你登录之后 你注册完登录之后 然后你要在你的身份这边 这边有个箭头点一下 这边有一个我的帐号 那点进来之后 它会让你就是看一下你的那个 你的资料 然后在这个地方 靠近下面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学生还是老师 请各位把它切换成 老师 切换成老师 然后做一下更新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你就会有 你就是一个老师 那就会有那个开课的身份 开课的权限 所以其实学生也可以自己 开课给别人 因为他只要在那个地方 做一个切换 那学生在申请账号的时候 请各位要注意一下 他申请账号的时候 他要填年纪 好像要填年纪 那你年纪最好不要填12岁以下 好像会有一些状况 可是如果是老师开给学生用 他就不管你年纪 他也不用吃鲜油帐号 就是老师这边直接给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老师的身份改好之后 你的首页就会出现一个 教师主页 就会出现一个学生户口级进度 然后这边 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一开始呢 你不会有这些东西 因为还没有 还没有课程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长课程 这边有一个新增一堂课 各位点一下 然后这个班级就自己设定 你可以用一个班 你也可以用一整个年级 好 然后呢 登录的方式这里 如果你是中年级 中年级的话 中年级尽量用Picture 我们等一下先用Picture 给大家看一下 那他就是登录的时候 他老师给的帐号 他选了之后 他要问 他会问你说你是哪一个图片 好 那这个对中年级比较OK 没有障碍 那如果是Word的话 他会给你两个英文单字 那学生就要去记说 我的密码是什么 他如果忘记的话 就比较麻烦 你还要给他 就是你可能在列印密码条的时候 自己要备份一下 好 那这是Word 然后Email的话 他就会用学生的Email认证 这比较麻烦 不建议各位使用 好 我们先用Picture 那这个年级 就是 其实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作用 你就自己选 好 假设是六年级 那课程呢 这边有很多课程 那很多课程 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你可以在CodeORG这边 这边 他的首页里面 你可以先去玩玩看 那比较建议的是说 如果你是中年级开始的话 或者他是第一次开始用电脑 就从课程一 这里面也有一些那个 电脑的操作的知识 比如说滑鼠怎么拖曳啊 那一类的 从课程一 那如果你是已经 小朋友已经学过电脑了 然后你其实可以从课程二直接开始 课程二 然后三跟四 后面会有一点点难 所以大概高年级可以从课程二 往后跑 那你也可以从那个速程课程 还有二十堂课 也可以直接跑那个 那另外 他有一些就是专题性的课程 像男生很喜欢玩这些 创世神 心机大战 其他的也都可以 女生比较喜欢玩这个 然后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去用 所以你大概知道说 有哪些课程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挑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因为它随时可以改 你这个课程定下去之后 之后还是可以改变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你可以下一堂就把它改掉 好 那我们假设选二十小时的课程 然后你就直接按 设定好之后 直接按儲存 存好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班级代码 班级代码 那这个代码就是 就是你的这一门课的代码 那这里有一个管理学生 我们因为课程开好之后 你要有学生 所以 我要不要先暂停一下 先给各位开一下课好 好 麻烦各位哦 麻烦各位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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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